感觉我们旁边那一块是消失的 特别开始中国 用太沉 我觉得不得理啊 我觉得不理哦 等一下我们这样讲好了嘛 有请他这一零八克钢 没有没脱离 高科技OK 他脚都裂了 一推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要把中国体删掉吗 新闻他好像没看到 新闻完全没有 我新闻没有 对我就好像没有 他都觉得东北亚跟东北亚 所以你们都是跟国中比较 刚才发现 你们真的有国中到高中 就是三年三年就才好吗 因为国中跟高中的课能不一样 我们国中是九二九的 然后就有高中就变业 所以真的有一大的差别感 我觉得历史真的差 我觉得理科等的还好 没有差那种 我是听说地理就是 起估是花一年再学 中国地理我记得 但是我听说啊 他们社会应该是整个 把他给罢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就是感觉我们旁边那一块 是消失的你知道吗 他放重点的位置都很不一样 因为我记得国中的时候 中国可能上了很久 可是现在的话 没有中国只有东北亚跟东南亚 然后那些西亚 没有特别特别东西中心 但其他区域 我记得好像都有特别一单剧景 就特别排除中国了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连中国的每一条河流都要背 要墨写出来 墨写 对啊 中国史以前是学一册 但高中的伊林华课 然后就变成一个单元 然后那个单元里面 还塞着日本跟韩国 其他东北亚国家 然后就变成一个单元里面的一小坏儿 我们当初学超多中国史 我们真的删超多的 我觉得学年皇帝还蛮有趣的 对啊 我也是学年皇帝还蛮有趣的 这它特别就是课本的内容 国中我记得很多都是用变名词去学的 但是高中变成主题式的 譬如说历史的第一册 它的第一课可能讲原住民 然后可能它就会从史卷开始讲 然后可能第二章 可能它的主题另外一个 例如说什么 人群的移动 那个人群移动 就会从那个史卷开始讲 然后何夕开始讲 然后在政治开始讲 蛤 比较好混乱 对 但我们好像就从头到这里 对 从头到尾就是可能从 清朝就可能分成经济社会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 我自己的感觉下来是他们可能觉得说 学生在学的时候应该一个主题去写 因为我觉得这很坏耶 这很坏 但他们会很混乱啦 因为你可能 读爱章节 要不要整理 当然全部整理 对对对对对对 学生只要可能两三个月没有念课本 差不多 跟王冠哥之类有 那你用经济跟人群又是互相影响的 对啊 每个东西都是互相影响的 尤其政治什么都是 那分开讲的话 你其实要先全盘了解 那他就假设说你国中真的就完全忘记 就正在念历史 所以你就全部记得 所以不太可能 觉得不优 其实我觉得就是照年代放就好了 这样子学生学的开心 老师也叫开心 你是怪编盘还是怪老师 我是怪编盘 我是怪编盘 对 老师还是教的很好 那国文呢 我很讨厌写手写题 我也是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 其实可以写的答案真的很多 然后他就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是就有文 然后不是就没有文 所以就影响很大 那他比重好像有改掉了 以前的学生好像国是没有手写题的 还是很少 你说作文 有些东西真的是初级老师 自己才想得出来 对 对 愿愿是 对 对 还有国文现在也是 出了很多素养 然后 问你文章看法是什么 四个选项加你选 对 我觉得有时候两个选项都对 然后他就 就一定就会选一个 然后不知道他选哪个 啊每次两个猜都猜错 然后我就 对 因为你看解答 你有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啊 我觉得我也常讲 就自己以为自己觉得很对 然后就有错 英零八课章不是强调 我们要有自己的看法 要有自己的见解 那国文老师的说法就是 答案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 你要学的太太最好在你身上 对对对对 我们在高一高二之类的时候 都有考不考莫显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考欸 那这个考太高中 有些高中会 有些高中不会 我们学校老师的说法是 怕你们考太低 所以末术加点分 我们香港的学校就不会 小考会考注释的 我也有那个注释 可是我们好像 学测国要 背一些注释吧 因为他有一些 古文实误 就是我们有 十五篇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古文 所以像是我们对于 这些人的理解的话 应该是蛮一致 你有些柯的东西 可以用来做的 就是 你对那些 那些老师觉得你很屌 然后就会给你很多 就什么龟友光曾经说 是不是 可以有光 你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觉得大概 对他就好 给你多一点分数 我们国外老师说都写 那个国外的人 然后你掰出一个名字 然后写 你自己觉得看吗 这样就可以了 理科就比较没有差点了 理科他有 克力划分 像我们学生是只考 考必修嘛 所以其实他学生的 考语症很少 他考的很片面的东西 他主要就是在考阅读理解 我觉得你需要的知识不是很多 但是你必须要很会做题目 跟你很会读东西 如果你搬到分科的话 就是东西很硬啊 你就必须要真的读得很熟 才可以靠得比较好 学生跟分科的两个就是 学样不同 落差超级大 物理化学他 在我们台湾考试 他删了很多的东西 物理实验嘛 他删了很多 以前可能要做很多实验 现在我高中 多半都是在学理论 跟如何素养 素养就是 就是很像是图表的东西 然后给你大串叙述 他会给你一个 你赞同或不赞同 或是他是不是什么东西 你要解释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明明是 文科出现的 为什么要花你一颗 他让我这个 被文科不赞对的人 很适合 等一下 我们这样讲好嘛 不行 他这一顶八克纲欸 那我没脱离 那还有有关实验的部分 就是伤很多 然后尤其是 哪有规定说 要千几年考过 今年都能再考 就是要隔多久才考 所以会变成 这个实验去套很多东西 就是把这个实验改一下 要继续出 那数学 高三教什么微分 积分那些东西 都还是留在 有一些想法 小时提供的甩果 可是就发现 我有一些 以我会的知识 我在写前面提供 我不会一起 他还是因为 希望学生素养 所以他 教练就不是很多 他更主动在 观念的人会贯通 讲到生物的部分 就是我生物 很有感 因为像 之前我写九十几年的题目 他就是 一行题目 一行答案 可是现在 题目很多 然后答案也 每一个都至少要一行 所以你要看很久 看很久 那你感觉全体很 完全没有必要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有公式可以做 老师有说什么 就是你固定放任自己的东西 然后写去完 就是教教想看的东西 但就交出去就好了 可是你没有念历程怎么办 没有历程 但就好欢歌啊 对对对对对 没有啊就是有些人就是可能 学策那一刻才发现 哦自己原来可以用学策上 所以他那一刻才开始 疯狂工作 对 其实这样也是多少可以 因为 就是他从那一刻才开始去参加 在拍一些展览 他这样呼啷呼啷过来 也是骗过教授 很多人花钱给别人做吗 目前没有听到的吗 哦真的哦 目前没有人听 但是 我之前听 有人觉得说 可能花钱请别人做 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在我的同文层里面 大家应该是 以这件事情不齊 就是 大家就很觉得说 请别人做 蛮丢铃 如果真的有做 可能也不会讲 对对 就有点像作弊的感觉 但这个真的有影响那么大吗 看消息 哦反正就是教授决定 所以公布比重 只要就是看那个比重 不一定 你们身边多数的人 都是考分科 还是考学生 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 我们很多都是分科耶 我们大概一半一半 但我认识的人很多都是 用分科去上 或是你去用上 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听说 第一年的时候 大家都学特色蒙上 然后所以后来 反正分科的人 你就可以上 然后我又听说 所以今年就 我觉得有耶 其实觉得有 我觉得分科 你看到人数 跟那个成绩上 真的比例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你有觉得 分科 今年上的分数 可能会比较高 比去年高很多 可是应该说是 回归正常 然后我觉得像是 那个学测分科 也是很看同一层 以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班是 三分之一 一学测上 三分之二分科上 分科上的人是很多的 而且对于那些 要分科的人 他们分科考上的 其实是比学测 能够考上的 还要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比较前段的学校 有一个用适 就是因为分科的话 就没有什么 学习历程的东西 就是比较会考试 所以分科 又比较擅长 包括说有我们学校 在看班级是 自由班大部分都是分科 然后我们普通班 大部分都是学测 相对没有 自由班都会考试 所以就是可能 因为自由班在那边 很厉害 所以我们就会很自卑 太谦虚了 所以你是有高二在学社会 对我们就是高二学完之后 就 很多都快被你当掉了 所以你们学校生寂 跟分科生寂 就是理主就完 很荣开社会 不用 不用 好爽 真的好爽 其实蛮多的 就是理主那种 就是第一官 他们就没有准备进去考 他也是考的别多 我这个 哦 认真准备的人 就是很尴尬 那你会去报考 理科吗 不考 不考 休息好了 你说我还是报考考 你觉得好的 你有没有很傻眼吗 啊 我其实那时候 我真的是 分科忘记去 找学校飞飞 我那时候玩 玩很爽 哦 然后他们想说 不要到科研去考 但我后面 考上就想他们在傻眼 但是 但是因为我这个科技 本来就是有高一想念的 所以其实还好 哦哦